76 无行为能力人由法定代为意思表示并代受意思表示 77 就在讲限制行为能力人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应得法定代言之允许 但存获法律上之利益或依其年龄及身份日常生活所必须者不在此限 法条没有说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律行为得由法定代理为之 对啦 法条是没有这样讲啦 但是我们很明显是立法者认为系数当然无庸规定 简单来讲从77条你就可以知道 得法定代人允许才可以做法律行为 那法定代人当然也可以代理为之 简单来讲我们这边的小女孩想要买钢琴 想要买小提琴 想要上一些课或者我们这边年轻人想要买电脑想要做一些财产行为 那我问你法定代理人可不可以代理限制行为能力人去买电脑买钢琴买小提琴 帮他签订上补买班的相关契约 当然可以嘛 法定代理当然可以代理限制行为能力人为财产上的法律行为 这个我们认为系数当然无庸规定 可以吗 这是我们简单看到 法定代理当然可以代理限制行为能力人为财产上的法律行为 那现在我们要跟各位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简单讲 如果法定代人现在帮限制行为能力人代理为法律行为 而且而且我们这边买钢琴的钱买小提琴的钱买机车的钱买电脑的钱 上音乐补习班的钱是爸爸妈妈口袋里面掏出来的 那由法定代理为之你觉得有问题吗 当然没有问题嘛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无行为能力人 有时候是会有财产的 特有财产 例如这里有个例子 A子他是假的小孩 他名下有土地哦 这个土地还不少钱哦 为什么他有土地 是他阿公 因为金孙金孙啊好可爱啊 所以要将土地赠送给A子 那各位同学 这个在法律上我们称之为A子的特有财产 A子的 既然是A子的 但是A子未满18岁 可能三岁可能八岁 那我们现在他的爸爸 A子的法定代人 是A子财产的管理人 那我们依照1088条条文在这里啦 民法1088条第二项规定 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特有财产 有使用收益之权 麻烦你注意但书 但非为子女之利益 不得处分之 非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 不得处分之 所以我们现在 有个问题啦 现在 贾手头上需要一大笔钱 这一大笔钱贾呢 凑不出来 所以他打算 把A子的土地卖给乙 或者用A子的土地设定抵押权 跟银行借笔钱出来 所以我们这一边的假 就跟乙成立 土地的买卖 成立抵押权的贷款 所以两个行为 一个是负担行为 买卖借贷 一个买卖当然会有 所有权的移转登记 借贷就有抵押权的设定登记 好 那如果父母是为了子女的利益 例如A子得了罕见疾病 他所需要的药 很明显的健保不给付 这是一个孤儿药 所以需要从国外引进来 因为是孤儿药 用的人很少 罕见疾病 药很贵 要打针剂 生物制剂 一个月要花十几二十万元的医药费 健保又不给付 那我们这边的甲 无力负担这庞大的医药费 所以把A子的土地卖掉 或者借贷来筹措 这庞大的医药费 那这是为子女的利益 没有花奖 或者A子要出国流血 就在这里买卖 借贷 为了子女的利益 可以 没有问题 但是今天 甲呢 不是为了A子的利益 甲是 我要创业 缺钱啦 那 名下没有财产 而子受赠于祖父的土地 这块土地受赠之初 并不是太有价值 但是后来 重化了 都市更新了 这边呢 土地价值暴涨 我们这边甲 把脑筋动到A子的土地上面去 想要利用A子的土地 出售的价金 或者借贷 所借贷的金额 来家里创业 换句话讲 甲不是为了子女 而就其特有财产 为所有权的移转 或抵押权的设定 效力如何 那我们必须跟你讲 这个在过往 学说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 1088条第二项诞书 是一个强行规定 所以违反的话 71条五项 那王哲健老师采取有效说 认为 这不是财产法的规定 这是一个身份法的规定 所以买卖行为有效 移转行为设定负担 通通都有效 只不过会构成侵权滥用 但是也有说无权处分 也有说无权代理 当然我们最近实务上 110年台上志 1902号判决 明确的采取 无权代理说 负担行为 无权代理 效力未定 处分行为 无权代理 效力未定 所以我们直接看到 110年台上志 1902号判决 来我们一起看到 为了贯彻保护未成年子女 立之立法止去 1088条采 最广义处分的概念 我们跟你讲 处分分成三个层次 最广义 广义跟狭义 它是采取广义处分的概念 涵盖 事实上处分 与法律上处分 法律上处分 可以分成负担行为 跟处分行为 如父母非为子女之地义 而处分其特有财产 负担行为 及处分 寻给均属效力未定 虚致该 子女成年后 自愿承认死 使对该子女 负担行为 跟处分行为 方发生效力 来我们看说明 看判决主文 民法1088条第二项规定 这个我不念了 该相但书所称之处分 因才广义解释 我把它修正一下 这个不是才广义 因为我们所谓的广义 是指法律上处分 应该是最广义 包含事实上处分 跟法律上处分 你接下去看就好 你看 应才广义解释 其实是最广义 涵盖事实上处分 与法律上处分 而法律上处分 亦非仅以处分行为为限 上包含买卖 买卖保证 签发票据 赠予等负担行为在内 必贯彻保护未成年子女 立之立法子去 好点点点我就不看了 直接看第二段 父母以法定代人身份 代理未成年子女 处分及特有财产 而非为未成年子女 立为之 系数逾越权限之 无权代理行为 效力未定 因至该成年 该子女成年后 自愿承认死 使对该子女生效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这一边很明显的 他认为1088条第二项 但书这个处分 包含负担行为跟处分行为 可以吗 那可能有同学会问说 会不会因为甲是用自己名义 或者用A子的名义 而有差别 那因为我们还没有讲代理 我只跟你简单说明一下 麻烦你自己注目一下 如果今天父母就是甲 以A子的名义为 上述的负担行为跟处分行为 那我们跟你讲 这叫做显明代理 那如果父母就是甲 是以甲自己名义为之 那我们跟你讲 我们会用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引明代理 我们都认为 这个是代理 可以吗 负担行为无权代理 处分行为也是无权代理 不会因为甲是用A子的名义 或者甲自己的名义 而有差别 用A子的名义 我们认为是显明代理 用甲自己的名义 我们认为是引明代理 好吗 这个我们就直接采取 现行实物的见解 110年台上志 1902号判决 可以吗 好 这个题目当然是针对 因为父母不是自己掏腰包 而是用小孩子的特有财产 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那绝大多数父母都是自己掏腰包 来帮小孩子做财产行为 那我们告诉你当然是可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个考题 基本上要用到这一个 110年台上志 1902号判决 看106年律师的深论题 甲男与姨女为夫妻 生有17岁之A男 与10岁之B女 而与甲之寡母丙女同住 甲男经营一家货运公司 姨女则为家庭主妇 A男15岁 B女5岁时 两人分别从其俗妇丁男 获赠一笔土地 价值500万元 简单讲 书书送A男土地一笔 然后送B女现金30万 甲男与姨女商议 将该B女的30万 以父亲甲男的名义 存入银行 以定期存款保管 其后因甲男公司周转不连 向乌男借款 而以A男之名义 将A男之土地 设定抵押权给乌男作为担保 A男见同学们纷纷利用客与打工 他也跟着到饮料店打工两年 两年辛辛苦苦存下20万元 放在家中准备随时动用 四问 第一个问题 甲女 甲男跟乙女 9B女之30万的行为 可否发生效力 就简单讲 土地比30万元 都是属于特有财产 因为都是受赠于他人 所以无偿取得 这是属于特有财产 那这个特有财产 关于30万元的部分 爸爸用他的名义 将该B女30万 用爸爸的名义 存入银行 以定存单方式来加以保管 那甲男乙女 就B女30万元 以父亲甲男名义 存在银行的行为 有没有效 30万元定期存单 生有利息 该利息归于何人 好我们先就这两个小题 来跟各位回答 B女受证之现金 30万元 为其特有财产 其虽享有所有权 然成年之前 该财产的管理使用 收益处分权 依照1088条的规定 均属父母 而该权利由父母 共同行使 但是所谓共同行使 不是说 父母两个人应该要 同时共同维持 简单来讲 不是表示 这30万元 要用 甲男跟宜女 共同的名义 存下来 不是这种 非缺一不可的状态 共同行使 真正的内涵是 父亲的权利 不优先于母亲 母亲的权利 不优于父亲 这个才是所谓的 共同行使 因为 我必须跟你讲 早期 我们这一边 男女不平等 认为 父母两个意见不宜致死 以父亲的意见为主 才父优于母 所以我们后来 更正 基本上 由父母两个人 共同行使 他的意义是 父亲不优于母亲 母亲也不优于 父亲 故贾男与宜女 商议 两个人共同商议 将该逼女之 三十万元 以父贾男之名义 存入银行 以定期存单的方式 保管 该行为何属 管理行为 因属有效 而定期存单 身有利息 性职 为法定之息 该法定之息 归属于 父母 家与两个人 所有 因为父母两个人 享有管理 使用 收益 处分权 只不过处分权 我们跟你讲过 有限制 什么限制 非为子女之利益 不得为之 所以 接下来 父亲 基本上 因为 他货运公司 周转不临 要跟物男 借款 物男呢 要求要提供担保 所以 爸爸 就将 A男的土地 用 A男的名义 将A男的土地 设定抵押权 给物男 作为担保 很明显 它是以 我们这一边 显明主义的方式 法定但贾男 基本上 以本人民意 为抵押权的设定行为 那这个抵押权设定行为 很显然 并不是 为了子女 利益而为之 而是为了父亲 自身的利益 所以很明显 是违反处分权 违反1088条的规定 所以我们跟各位说明 本题事实 贾男 将A男之 特有财产 土地 设定抵押权 合属 处分行为 设定担保 取得资金之目的 乃是 供贾男公司所用 而非子女本身之利益使用 难认其属 为该子女利益之特别寝室 然此一 违反处分权限制的 法律效力为何 实物有认为 违反强行规定而无效 亦有认为 违反处分权限制 因素无权处分 那近来实物见解 趋于统一认为 应该采取 无权代理 可以吗 采取无权代理 彼者赞成此种见解 该土地属于子女所有 而设定担保 亦以子女名义为之 请父母以法定代理之身份 委任地政事设定之 故应由子女成年后 决定此一行为的效力 所以我们跟你说答案 A男于成年后 得肃请 徒销抵押权登记 可以吗 这个判决 110年台上次 1902号判决 出现在后 但是我们把它拿来 新解106年的考试题目 好吗 好好的 把第一个小题 想一次 走 再次